明朝一个普通的小宫女 分封到全国共同拱卫大明江山 根据朱元璋的规定 皇帝的嫡长子雷太子 其他所有儿子都要册封为亲王 世袭往事 明史朱王室表中记载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建都 到崇祯皇帝上吊眉山的276年中 明朝范围内 共建有50个亲王府 一共册封亲王289位 这些亲王都是皇帝的直系子孙 不仅生前享受崇华富贵 死后修建的陵墓 更是堪比皇陵 在今天的河南省新乡市凤凰山脚下 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明朝藩王陵墓 陆简王墓 在明代现存的藩王陵墓中 陆简王墓是保存最好 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 根据明史记载 陆简王名叫朱一流 是冥墓中的第四个儿子 名神宗万历的 唯一亲弟弟 朱一流两岁就被封为陆王 在王位时间长达35年 所以有足够的时间 为自己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墓 但在陆王陵园中 最出名的却不是陆王墓 而是西边140米的一位飞瓶陵墓 这座飞瓶墓的规格远超陆王墓 甚至超过了明十三陵中的一些皇帝墓 据考古人员介绍说 陆王墓的宝顶高6米 而飞瓶墓却高达10米 陆王墓地宫占地只有180平米 而这座飞瓶墓地宫则有240多平米 这位墓的主人究竟是谁 为什么一位飞瓶的陵墓规格比皇帝 藩王的还要高 根据史料记载 这座陵墓的主人是陆王的次妃赵氏 赵氏是京城人 11岁时入宫成了李太后身边的一名小宫女 陆王长大成人后 要离开京城去河南就返 李太后不放心 于是就派聪明伶俐的赵氏随行 照顾陆王的饮食起居 就这样 赵氏一路跟随陆王来到了河南 虽然在名义上赵氏只是陆王的仆人 但由于是李太后钦点 加上陆王的宠信 所以在陆王府赵氏的地位非常高 万历29年 赵氏因病去世 陆王特意上书皇上 请求册封赵氏为妃 并且随葬藩王陵远 按照明朝后宫制度 下人是不可以进封为妃的 但万历皇帝看在亲弟弟的面子上 仍然下旨 南居长帝 特领王请追封而为次妃 有了万历皇帝的同意 陆王开始着手为赵氏修建陵墓 这一次陆王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韦 为赵氏修建了超越非贫规制的陵墓 而且破天荒地将他与自己的陵墓修在一处 两座陵墓并肩而立 共振一山 同灯一水 这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确属罕见 明朝灭亡之后 大部分藩王府 陵墓都毁于战火 即便保留下来的 也被清朝拆毁 到挖一空 而陆王和赵氏的陵墓 能够保存下来 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按照史料记载 清朝占领河南之后 陵王府就被拆毁 就在众人打算将陵王墓一并挖掘之时 河南地方政府突然接到朝廷之意 要将陵王墓估值变卖 后来陵王墓和赵氏陵墓 被一位来自五台山的高僧买下 之后这位僧人将陵王墓改佛殿 赵氏墓改安堂 就这样陵王墓被神奇的保存了下来 二百多年后清朝越亡 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陵王墓和赵氏墓 都被倒挖一空 索性使地面建筑都保存完好 建国之后 河南地方政府 看中了两座陵墓高大的城墙 于是征用了两座古墓 建成了玉北监狱 直到2005年 在各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奴隶下 监狱才搬迁到别处 陵王墓和赵氏墓 才开始对外开发 参考文献 明史诸王试表 陵检王墓考古发掘报告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给大家看更多责任编辑